大家好,今晚饭后港标 我吃点饭,下来这里带着我这只Eye Wash 带着Eye Wash,跟大家拍这一支饭后港标 大家觉得我这只Eye Wash美不美呢? 大家有没有看我今早香港早晨 我说这个主题是什么呢? 带Eye Wash的人,没有性格 当然,我都预期了,我一出这条影片一定有很多人 是不同意,不同意我这个说法的 其实我带这个话题出来,都是想多些人 就着Eye Wash的崛起,做一些讨论 明就明,当然很多人都不明白 包括我的好朋友,Steven Steven,在WhatsApp 亦都传了我一只Eye Wash的相片 他就说,I disagree with you 我绝对不认同,你说戴Eye Wash没有性格 不知道多有性格 最主要为什么我说要订出这个 或者这个题目给大家讨论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尤其是年轻一辈 很多人都带着Eye Wash的 因为当然有Eye Wash的好处 亦都有很多功能 科技上的功能 扔着他们的电话 或者是有些智能手标 在做一些运动事需要的 查看心跳 查看距离之类的东西 当然这些所有的东西 当然我是知道 为什么我会说戴Eye Wash没有性格呢? 就是我不想见到很多 尤其是年轻一辈 一戴开Eye Wash 就从此封了去对其他手标的选择 就是很多其他小朋友 很多其他小朋友 他们一戴完Eye Wash之后 就对其他手标 其实都完全都不懂 亦都没有兴趣去知 我觉得这件事是很可惜的 所以我先说戴Eye Wash是没有性格的 为什么我说 就是想如果有多些人 都可以和戴Eye Wash的这班人 去做一个讨论 或者可能 你的儿子现在戴Eye Wash 爸爸就说 你看这人 这人说你没有性格 那儿子当然说 神经病 我的Eye Wash不知道多有性格 我所有的同学都是戴Eye Wash的 可能他们会这样 就开始了这个讨论 这个也是好的 那等大家去讨论 说Eye Wash有什么好 Eye Wash有什么不好 如果不是Eye Wash还有什么选择呢 原来还有很多其他牌子的标 因为很多人 大家除了讨讨论 他讨论 你在環境XOrla 我讨论 就是正是Еuh 很多人都 hallsドン的 十個九個這些問我的人都是問努力士的 所以在他們心目中 那個手錶只是懂得努力士 那你說幾膚淺 那通常我會怎樣回答他呢 第一我是說這些 這些標不要買了 那其實 就算他叫我問價 很多時候我也免得召喚他們 因為 即是我覺得 如果看開我的頻道都知道了 就是手錶有這麼多不同的這個 牌子 那何必戴一隻 周街都是戴的一隻東西 所以呢 即是不認識標的人 只是懂得 又操作這隻牌子 那或者呢 甚至乎 只是懂得他們自己戴的 I-Watch 對了 那也有些人 那當然在我今早 香港早晨 下面 那 一如以往 就說 就類似罵我 或者說我 那我都說過了 即是如果 是用一些 不是那麼客氣 或者不是那麼禮貌的 字句 來在我的頻道留言呢 通常你只會 有機會做一次的 那之後都會被我 鋪 鋪 或者是刪除了 那 那 因為很多人 其實都很膚淺 因為也都不明白到 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那 就覺得可能 這一個人 有機會讓他捷 這傢伙說錯了 那我就 呀 先拋棍一下 那 那 那 很Sorry 那我不是那麼膚淺 亦都不是你心目中所想的 想做的一件事或者是一個想法 越講越複雜 其實IWallshare的崛起 包括我兒子正在讀書 有一天我好奇地問他 你的同學大不大標 他說有部份人帶標 他們帶什麼標呢? 他的答案就是很多其他同學 如果帶標都是帶一隻IWallshare 所以我很擔心 如果這樣下去 就很多小朋友一開始接觸的 就是接觸IWallshare 亦都沒有機會去多些去看 原來手錶其實都有很多其他品牌 還有很多其他好玩的東西 亦都不需要很貴的 都可以去配戴的 始終都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嗜好 收藏錶或者玩錶 所以我亦都有能力的話 我都會給我兒子不同的標 我兒子去帶的 或者去選擇的 都是他自己喜歡的 我才會給他 或者賣給他 那大家可以看到 這一年 之前他都是只有一隻 Casio Baby G 還有超級迷你的Baby G 應該是他第一隻標 那隻標也不是我買給他的 那隻是我的好朋友送給他的 那隻是他第一隻標 那這一年我都給他其他四隻標 所以你看到他現在 的collection 就是有五隻標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令到他對手錶都產生了一些興趣 那也都希望他會之後 慢慢都會對不同的牌子 有所認識 還有有很多牌子 他們出的某些款 背後的意義 好像這隻艾美的type 如果不認識的話 就當他是一隻膠標 如果知道他背後的意義 還有整隻標 做出來是為了 海洋、塑膠、環保 這個主題 那可能對這隻標 就會零眼相看 那這集就說到這裏 希望大家都會 跟他一樣 去跟你身邊的人 多些說 關於Eye Wash 關於Eye Wash 尤其是那些 只能帶Eye Wash的朋友 就跟他說 你真的沒有性格 或者戴Eye Wash 那當然是 等他們來 跑轟回來 大家就可以開始一個討論 討論一下 討論一下 可能又會引起 他們對其他手錶的興趣 去加入我們玩錶的這個大家庭 有些朋友留言說 我有Eye Wash 我也有其他手錶 所以你不應該說Eye Wash 是沒有性格的 那我當然知道 我當然知道 有些人會有Eye Wash 也會有其他手錶 那大家不用太過擅心 因為我做的這件事 只是想緩醒 或者帶出一些題目 去引起一些討論 希望大家明白我的容易 OK 拜拜 影片來到最後 其實如果大家還不知道 我這隻其實不是Eye Wash 那要錄回我以前的影片 這隻當然不是Eye Wash OK 拜拜 是的 再補充一下 剛才我影片裡面說 Steven說我 他不同意我說 戴Eye Wash 他沒有性格 這也是開玩笑的 當然 他作為我的一個好朋友 他當然知道我 為何會說這番說話 對了 我剛才也是跟他開個玩笑